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micron变种毒株来势汹汹 我国的疫情有上升的趋势 不过卫生部长凯利表示 当局已经采取预防措施 目前Omicron变种毒株疫情没有恶化的迹象 重症病率以及病床使用率也在可控制范围 凯利在推特发推文 指目前的疫情与去年6月到9月的情况不同 卫生部现在的准备工作更加充分 尤其能够更加专注保护弱势群体和老年人等高危群体 他说通过即将展开新一轮的青年疫苗接种计划 以及还在积极推动注射第三剂加强剂 相信孩子们能够因此获得免疫 他补充 我国超过50%的成年人口 也就是近70%的年长者已经接种加强剂 凯利指 我们可以期待更好的处理Omicron上升势头 并且对症下药 我国的新冠疫情 昨天在突破5000大关 爆5566例 世纪去年12月2号 录得5806例后 时隔61天录得最高病例 同时 昨天在有7个人染疫病室 累计死亡达31985例 新增死亡病例 有一例为送运前死亡 累计6447例 卫生总监丹斯林诺医上指出 5566例确诊病例中 虽然而新增最多达1166例 其次是柔福796例 吉达以505例排在第三 同时 国内再新增7个感染群 累计服务感染群 有318个 基本传染数方面 吉达和柔福录得1.17并列第一 斯米兰则以1.16紧随在后 至于住院人数 与上个星期相比 也增加19.27% 诺医上敦促未曾染疫 并且还没接种疫苗的民众 尽快接种新冠疫苗 以降低自身的染疫风险 在经历两年的疫情后 如今 国人终于可以跨州回乡过年 这也使得平日繁盛的首都吉隆坡 变得额外田径 趁着这一次的回乡潮 许多吉隆坡子民都带着家人到独立广场 感受这一座别具历史意义的国家遗产 今年的农历新年 刚好碰上了我国的联邦直辖区日 许多待在吉隆坡的民众 都趁着这一次的假日 到独立广场周边地区走走 在欢庆佳节的同时 也不忘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让广场的气氛舒畅且欢愉 好,不是说的 只要看见,看见了 看见了,看见了 很多人都在一起 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看见了 但我看见了 但我看见了 那天有阻挡的 有阻挡的长期 还不见了 别人都很高兴 我看见了 好,看见了 好,看见了 所有的手机都在 刚刚上的手机都在 当时,那边的手机都在 手机都在手机都在 手机都在手机都在 手机都在手机都在手机里 所以,那是最重要的 今天,我們在外國公開 所以,我們來幫助婦 我們來幫助婦 我們來幫助婦 SOP仍然還好 我們都在保護 我們都在保護 我們相互希望 必須SOP 我們離開 從這個疫情 我們都會遇到疫情 不久不久了 所以,我們剛才剛才 我們要來給KL 先把我们打开 我们希望这些能够 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感到 我们都能感到 从疫情院 所以我们都能用 要是顶多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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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